本期科学动物园 将为您带来 那些怪面动物显为人知的奇妙故事 本期科学动物园 神奇动物有心知 近在科学动物园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科学动物园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科学点评专家张静硕老师 欢迎静硕老师 张静硕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 研究馆员 跟静硕老师一块同框的 参与我们今天节目呢 是我们今天的好奇心观察员 青年相声演员 李丁老师 欢迎李丁老师 李丁 青年相声演员 节目主持人 李丁老师参与我们这个节目是第一回 那首先就想请问您 在您眼当中啊 这个什么是特别神奇的动物呢 其实我觉得好多动物都特别神奇啊 就比如说深海的那些鱼类啊 就稀奇古怪的 就感觉好像都是从科幻电影里游出来的那些鱼啊 我觉得它们就特别的神奇 我们平时啊 观察每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是跟自己身边的朋友 同事打交道的时候 什么东西会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呢 恐怕就是这个人的长相 这是我们分辨一个人的办法 但是大字当中的动物呢 真的是千奇百怪 有一些动物可能在我们看起来啊 长得是非常可爱 比如我们的国宝团子啊 比如说曾经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金头冠 它那个长相绝对是标新鲤 那么在自然界当中呢 还有不少动物的长相呢 实在是超出了我们人的想象力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怪面动物一文 那么首先我们将会了解到 哪一种长相很奇特的动物呢 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徐可义老师欢迎 徐可义自然摄影师 大家好 我是徐可义 我带着相机踏遍七大洲四大羊 见过很多野生动物 但是当我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 我仍然忍不住为它的颜值惊呼 它的名字就是脚雕 大家看 有没有被这傲视群雄的眼神所迷惑 看这棱角分明的无敌侧颜 凌冽俊冷的眼神 自带强大的气场 就像头戴王冠的贵族 是不是异常帅气呢 有句古诗说 横看成岭 侧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这句话用来形容脚雕 可以说是非常贴切了 那么让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这张图 大家是不是觉得 又诧异又很好笑 这还是我刚刚看到的脚雕吗 帅气的脚雕去哪里了 没错 它其实还是脚雕 只不过转了个头 与我们四目相对而已 再加上它头顶有几根呆毛 脚雕的正脸 可谓是画风突变 气场全无 看上去非常憨厚 甚至像一名穿着 鸟类道具服的特型演员 你看别说这家伙 还真的有两副面孔呢 我想如果我是脚雕的话 我可不想在群里 发我自己的正见照 你能想象这憨憨的正脸 和帅气的侧脸 居然存在于同一种动物身上吗 让我们来听一听脚雕的心理话 其实我的脸非常的小 你们看到的大方脸 都是嘴眼周围的羽毛 我真只是虚胖 我眼睛其实很大的 是羽毛让我原本大大的眼睛 都显得小了呢 脚雕 脸部和颈部 大面具的羽毛 其实并不是为了让自己 看起来憨厚 其实啊 它们是为了自己捕猎 和防御天敌 和其他的鹰类动物相比 脚雕的夜视能力 和飞行能力都比较弱 这种缺陷呢 对于脚雕捕猎和御敌 有很大的影响 只能想办法 在别的地方弥补 就比如增强听力 而面部的羽毛 就可以为它带来 敏锐的听力 我们平时见到的 很多鸟类 面部都覆盖着羽毛 但不会像脚雕一样 是竖起来的 竖起来的大面具羽毛 会在耳朵周围 形成圆盘 可以将声波 直接传到脚雕的耳朵里 大家可以想一想 当我们听不清 某种声音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把手张开 定笼放在耳后 这样声音就能清楚一些 脚雕面部竖起的毛 也有这个作用 它们能够让脚雕 听到周围最细微的声音 简直就是自带的 最强信号接收器 以貌取人是不对的 以貌取雕也是不对的 别以为一脸 我好方的这个脚雕 看上去很萌 它的真实身份 可是承包一片语林的 霸道总裁 在大自然中 脚雕的本事 可不是靠脸混出来的 脚雕可是一种 大型的猛禽 猛禽简单地说 就是大型飞行的 肉食性鸟类 它们处于食物链的顶端 是熟练 聪明的猎手 在大自然中 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脚雕是世界上 体型最大的灵犀猛禽之一 它的体长 可以达到105厘米 翼展可以达到2米 这庞大的体型 在猛禽中 也是数一数二的 作为雨林中的 顶级掠食者 脚雕最厉害的 是它有着鸟类 最大尺寸的脚爪 又大又强 在捕猎时 一击致命 快如闪电 它的后爪长度 可以超过6厘米 6厘米的概念 就是差不多可以包住 成年男性的拳头 小朋友可以看看 爸爸的拳头 感受一下 脚雕的爪子 它不但长 力量也很惊人 脚雕的握力 是所有鸟类中最强的 它的爪子 可以轻易地捏碎 猎物的头盖骨 抓碎鹿龟的龟壳 甚至刺穿铁板 杀伤力非常可怕 特别有老祖宗风范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以前有没有听过脚雕 不过呢 我相信经过刚才 我那么一介绍 大家肯定是了解了一些 大家看 脚雕会在树冠上 用树枝堆积庞大的巢穴 它们是低地物种 加上身形庞大 很容易被人类观测到 像脚雕这样的大型猛穴 需要大面积完整的热带雨林 才可以维持生计 和大多数物种一样 它们受到森林砍伐 和盗猎的影响 数量在急剧地减少 在多重打击之下 多地区的脚雕种群 都亮起了红灯 部分地区已经区域性灭绝 作为大自然家庭的一员 让我们尽自己的所能 去保护脚雕 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谢谢大家 我是许可懿 其实今天请许可懿老师 来给我们介绍的是 关于脚雕的知识 那么在这儿呢 想问您一个 关于脚雕的话题了 我看您专门说到了 它是石猴雕 石猴鹰 是吧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小时候 看黑猫警长里 那一只耳说的 我找我大哥石猴鹰去 就那东西吗 对 一只耳它没有当时 完全地给出那么一个形象 但是确实在很多纪录片里 都能看到叫它石猴鹰 或者石猴雕 都有这个说法 这东西真吃猴吗 它吃一些灵长类 比如说松鼠猴或者猴猴这样 但主要不是它的食物 主要它的食物 其实是树懒 我天哪 天体还有吃闪天的呢 就是那还不是 这食物太充足了 想吃就有 对 上个礼拜看一眼 它在这儿呢 是吧 我这礼拜已经吃饱了 下礼拜我再吃它 然后它爬出去三米 它不太会闪躲吗 徐和一老师和张同月老师 也说到这个脚雕 是石猴雕 其实严格讲 过去它还真不叫石猴雕 石猴雕 石猴雕呢 是另外一种生活在菲律宾 特有的一种大型的猛禽 它跟脚雕的体型是非常相似的 甚至我们认为它不相上架 过去呢 管菲律宾雕呢 叫做石猴雕 或者叫石猴雕 尽管它们俩呢 其实都是吃猴子的 而且都是生活在热带雨林当中 一个生活在亚洲 一个生活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 好吧 来 李丁老师 刚才听了徐可一老师介绍的脚雕 您现在有什么想法 想跟徐可一老师交流一下 通过那个介绍 然后说到 就是那个脚雕 它面部的那些羽毛 它其实是为了 能够提高它的听力 但是我觉得 你看就一般要是冬天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 咱们这样是可以提高听力的 但是冬天 你说我要是好多羽毛 我戴一个耳朵帽的话 其实这个听力不就更弱了吗 更听不见外面了 对 这个其实 您如果仔细看脚雕的侧面的话 你会发现它羽毛 它主要是在这样 如果戴一个耳朵帽的话 其实是把它盖住的 但是从侧面能看到的话 它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是一个能够把声音传导到耳朵里 而不是整个这么盖住的 是有点张开的 这样的话传过来会更容易一些 就是千万不要被猫脱鹰 这一类的鸟类给迷惑 它们身上长得 我们认为是耳朵的 往往不是耳朵 至于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据说现在也是颇有争议的 对 像长耳霄 头上那些呆毛 它能随着风转动 其实不是它的耳朵 鸟没有外耳阔 就两个洞洞 好 那它的耳朵长在哪 就是它耳朵眼睛后面 然后两个洞洞 金少老师 脚雕 它们的脑袋上 长的这些毛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有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 其实过去 我们老说 这个猫头鹰 像刚才徐老师介绍的 长耳霄也好 短耳霄也好 它实际上是由我们叫耳语 像脚雕也是 它尤其是正面 尤其是刮风 或者它兴奋的时候 它那个头部 还是由羽毛立起来的 这立起来的结构 当然跟耳朵本身没关系 但实际上无形中 增大了整个它脸盘的面积 增大了脸盘的面积 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像我们看到一个接收天线 接收信号的这些一个大锅一样 那么它更好地去聚拢声波 所以跟它是听力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但是它对于接收声波 还是起到一个协助的辅助的作用 来吧 我们现在先来看看 经过了第一轮之后 金硕老师和我们云上观众 给许可一老师打多少分 好 一共是66分 观众57票 金硕老师给了9票 行 好 那接下来就由许可一老师 来挑战我们的知识云分享团了 看看知识云分享团的哪一位成员 给许可一老师出题 321知识云分享团请旋转 停 好 有请陈亭老师为许可一老师出题 陈亭 人文低理摄影师 旅行作家 大家好 我是陈亭 接下来由我给大家出三道题 第一道题叫 角雕从出生到完全成熟需要多久呢 A 5年 B 1年 那我们先请李丁老师猜一猜吧 角雕从孵出来 到能够振翅飞翔 自己养活自己 是5年的时间 还是1年的时间 我这个我觉得我得先了解一下 角雕它能活多长时间 你看比如说我的话 我从出生 然后到我完全能够养活自己 就是我振翅飞翔 应该18年吧 那比如说我要是能活100岁的话呢 就是这样一个比例 所以 那角雕能活多长时间 角雕可以活30多年 哇 30多年 如果在动员 如果在动员里养好的话 活个四五十年都没问题 哇 四五十年的话 一个是五年 一个是一年 四五十年 那我觉得我应该是选C 三年的时间 这个解释方法特别有逻辑性 我选A五年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陈婷老师公布一下 答案是A五年 真的用五年啊 金刘老师 他这个幼厨的阶段 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呢 我觉得第一 刚才李丁老师 这个思路特别好 他首先了解 这个年龄是多少 因为这个呢 通过年龄来判定的是什么呢 是他的性成熟的时间 这个五岁并不意味着 是他完全靠 爸爸妈妈养的这段时间 真正靠他爸爸妈妈来喂 那么大概十个月就可以了 到六年 平均差不多五年 这个确实是 跟他的寿命 是有直接关系的 也恭喜可依老师 答对了这道题 有请陈婷老师出第二题 接下来是第二道题 讲刁夫妇一次 能够生育多少只幼崽呢 A三到五只 B一只 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 他五年才能完全成熟 在这期间 他爹妈还要不要孩子了 李丁兄你猜猜 得要啊 得要啊 这一个羊也是敢 两个羊也是放嘛 他得多养点 他可以一次多生几个飞出去了 然后好长人家不回来 他们得相互能照应的 所以得多一些 所以你选三到五只 对 可依老师呢 我选第一只 一只啊 为什么呀 因为其实对很多猛禽来说 他们即使生两个蛋 他们也可能是只照顾抚养一只 因为他们养育储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 是会照顾 比如说先孵出来的那一只 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差不多时间孵出来 他就挑一只壮的 挑一只壮的 挑一只强壮的来养 另一只可能就会被放弃了 所以我选择一只 好多猛禽都是这样 他预处成本太高了 他要保证那一只能够茁壮的成长 嗯嗯嗯嗯 就我那我刚才的问题呢 就在这小脚雕 孵出来之后 他这五年当中 爹妈就再不生孩子了 我觉得刚才静硕老师说的 他不需要爹妈照顾五年 他完全性成熟 是要到五岁 所以他可能一岁多点 他就离朝了 那爹妈可以再要孩子 来我们看一下 先看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吧 到底是三到五只还是一只 正确答案是B 一只 嗯 那静硕老师帮我们打一解祸吧 这个猛禽啊很有意思 猛禽有这个同胞相残的这种行为 就是他们自己种类 就有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因为一个窝当中啊 可能会下三到五枚的卵 但是通常两三个卵是比较常见的 下到五个极少 一般就是两三个 恭喜可以老师啊 有请陈琳老师出第三题 第三道题 请观察这两张图片 图片上的粮种动物中 哪一种不属于猛禽 A 醍醐 B 猫头鹰 我个人觉得吧 你就论现在这个短视频的感觉来说吧 可能很多人如果不了解这种 估计选醍醐了 那玩意你看吧 从鸽子 吞一切 对 从鸽子到人到猫 它啥都吞 是吧 但是你说猫头鹰 啥时候咱见过 没事来签认一口的 对吧 没有 但是呢 正确答案肯定不是如此 是吧 不是猛禽 那就应该是醍醐 因为醍醐是一种游情嘛 虽然它也吃荤的 但是猛禽 我们有些时候看到的猛禽 它是会追着动物跑 但是追着捉它 然后这种行为 我们应该会把它叫做猛禽 猫头鹰会追着动物跑 那像这种情况之下 野外我们如果遇见猫头鹰和醍醐的话 是不是还躲醍醐更远一点好 其实我真的野外 不算是完全的野外 遇到过醍醐 就是在悉尼的渔市 在悉尼的渔场 然后那里我们可以直接就去买鱼啊什么 但是因为有些人会投喂醍醐 所以如果你买了鱼 醍醐对你的手上的鱼 就是虎视眈眈 天哪 对 所以我觉得跟人 但凡是接近了之后 有些动物都学坏了 是 然后它可能盯着 就还挺凶的 但是平常野外 见到猫头鹰 它躲你都来不及 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 正确答案是A 啼虎 好 最后我们看看经过了两轮之后 可一老师的总击分是多少 好 96分 恭喜许可一老师 由许可一老师为我们带来的 脚雕新知成功入驻动物新知图件 谢谢藤岳老师 可一老师太客气了 这些年呢 大家伙对于中国的文化 是越来越充满自信了 在这期中呢 有不少人就试图从古书当中 寻找到一些 跟现实能有对照的神奇生物 手推什么呢 手推恐怕就是像山海经这一类的书了 过去很长时间 有不少人认为啊 山海经写的都是神神怪怪的 没什么可信程度 但是现在偏偏有人认为呢 不是 山海经里面很多内容啊 恐怕是有根有据的 来源于真实世界的啊 掌声有请 我们今天的第二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熊品珍老师 欢迎 熊品珍 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讲师 大家好 我是熊品珍 今天我要介绍的怪面动物 叫山霄 听到这个名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到疑惑 或者熟悉呢 别着急 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 深山老林的一个寺庙里 夜深人静 僧人们都已经熟睡了 突然刮起一阵剧烈的风 随后一个庞然大雾跳了出来 开始攻击寺庙里住的人 那怪物长什么样呢 他的脸就跟熟了的南瓜皮一样丑陋 双眼闪闪发光 张开的嘴有盆那么大 牙齿稀疏 每一颗有三寸长 喉咙里还不断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他的爪子大得像波脊一样 五个指头碰到哪里 哪里就被穿透 这是蒲松明的智怪小说 聊斋志义中 记录的关于山霄的片段 在山海经中呢 则被描述成一个体型巨大的 类似野人一样的形象 那么山霄到底是什么呢 真的是古人所认为的山精鬼怪吗 还是野人野兽呢 它在科学分类上 属于灵长木 猴磕 山霄鼠 山霄鼠的除了山霄以外 还有黑面山霄 又被称为鬼废 它们都分布在赤道非洲 咱们后面所说的山霄 都是指的是山霄鼠 山霄这一种生物 那么山霄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接下来 大家就和我一起来看一看吧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山霄的真面目 我来到了北京自然博物馆 在我的右手边呢 就是一只山霄标本 大家首先看一下山霄的下巴 它的下巴上有一撮黄色的山羊胡子 看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先锋倒鼓的感觉呢 大家看啊 这就是山霄脸上的第一种颜色 大家看这一只标本 它脸上最突出最显著的 就是它红艳艳的又长又高的鼻梁 在鼻梁两侧的皮肤呢 布满了鲜艳的 界线分明的蓝白色 或者是蓝紫色条纹 到这里 红 黄 蓝色彩的三原色就已经起了 这也难怪咱们古代的神话传说中 它是山里的可怕鬼怪了 山霄最吸引人的 就是它那颜色鲜艳的花脸 就像画着精致的金具妆容 颜色饱和度都非常的高 诶 在这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是所有的山霄都有这么丰富的颜色吗 那可不一定 就像熊鸳鸯远远比瓷鸳鸯艳与漂亮一样 山霄中只有成年的熊性山霄 才会显现出极其艳丽的红色鼻子和蓝白色脸颊 瓷性山霄的身体颜色则要单调和暗淡得多 而且随着熊性山霄年龄的增长 它的熊性激素不断升高 这也会使得它们的鼻子越来越红 山霄不仅仅有金具脸 它还有彩虹屁呢 山霄的臀部也同样鲜艳夺目 色彩丰富 像谁画画一不小心打翻了的颜料盘 那么熊性山霄为什么要这么艳丽呢 动物求偶食啊 往往各有手段 有的唱歌跳舞 有的精心建造 各种精美的新婚洞房 在山霄群中也有一项神奇的比拼 不是比谁更会打架 而是比谁身上的颜色更艳丽 当两只熊性山霄争夺配偶权时 它们会在挑衅的时候 先比一比身上的颜色 如果觉得自己的颜色比对手更鲜艳 那么它们就会保持攻击姿态 如果观察以后 发现自己的颜色不如对手鲜艳 那么它们就会主动认输 离开这儿 能靠脸绝不动手 面部颜色越鲜艳的熊性山霄 表明它的身体越健康 也更容易获得此性的青睐 同时脸部越鲜艳的山霄 它的能力也越强 通常在山霄家族中 最鲜艳的那一只 就是家族中的首领 拥有绝对的领导权 同时啊 山霄身上艳丽的颜色 还有一项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在带领族群成员行动的时候 能够让大家更容易看见 并且跟随它 这就好像旅行团的导游 总是拿着一面小旗子 挥舞在前面 带鹿一样 山霄栖息在热带雨林和草原中 是群居动物 常常是山霄爸爸 带着好几只山霄妈妈 和一群小山霄 成群出没在森林中 想象一下 如果大家不认识山霄 在野外猛然看到 这么一群大家伙 从树林里窜出来 还朝你字牙咧嘴 会不会吓一跳呢 山霄这种动物呀 很难用可爱来描述 它们肩宽体大 彪悍强壮 最高的记录 它们可以体长达一米 体重超过了50公斤 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猴子 除了体型大 山霄还是个暴脾气 被称为最凶狠的猴子 它们性格暴躁 性情多变 力气特别大 它们的上肢粗壮有力 爆发力极强 雄性成年山霄的臂力 是普通成年男子的三到五倍 此外 山霄还有锋利的爪子 和尖锐的獠牙 对各种动物来说 都具有极大的威慑力 一般认为 成年雄性山霄 在西非草原上没有天敌 狮子如果遇上有经验的 成年雄性山霄 带领的山霄群 不仅在灵敏度上处于劣势 而且爪子几乎发挥不出优势 一旦败在山霄手中 狮王照样被山霄 瓜分而食之 战斗中 山霄不仅仅靠死打硬拼 它们还会巧妙地使用武器 山霄在活动时 经常会拔草根 折树枝 抓地面 比如它们会折断树枝 当作金箍棒 用以阻拦敌人 会使用简单的工具 作为武器 这一项技能又给山霄的凶狠 如虎添翼 随着科学家们的深入考察 山霄从古代的鬼怪传说中 慢慢走出来 一个真实的山霄形象 呈现在我们面前 以上就是今天 我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星知 谢谢大家 总老师 您好 梅林老师好 刚才我们听到您讲的是山霄 对 山霄 反正我记得小的时候 看古书里的时候 山霄是经常出现的一种山怪 对 对吧 古人对它的描写当中 给我们感到更多的是一种天然的恐惧 对 是的 是吧 无论是长相 体型 都让人感觉到 这个东西不可招惹 是属于这个山精山怪一类的 对 它要是跟沸沸相遇 它打得过沸沸吗 如果单打独斗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沸沸一般都是一家的出来 对 它的群落 飞飞的群落比山霄的更大 好 李丁老师 我不知道您去动物园的时候 有没有见过山霄这种奇怪的灵长类动物 我没见过 就是有些动画作品里 你有没有看过山霄 蓝色的脸盘子 然后中间一个颜色 特别鲜明的红鼻子 对 对 那个我见过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刚才说了 就是说 那个辽斋里面就已经有山霄的记载了 就已经说过这种动物了 那它可能是用鬼怪这种形式出现的 但是刚才也说山霄它是非洲的动物 那为什么辽斋就会写到非洲的动物呢 其实在咱们中国古代所说的山霄 包括它有一些别的 比方说山鬼 山骚 第一点可能是 是说咱们中国也出现过 类似的猴类的动物 然后所以咱们就说 就是觉得这个像嘛 然后第二点可能是说 咱们中国古人就 就是拿来引用这个名称了 就是说 也许中国古代压根没有 我们所说的山霄 只不过是古人笔下的一种 并不存在的山精野怪 是吧 但也有可能山霄是曾经 远渡重阳来过我们这 甭管它是来自于 东南亚地区的 还是来自于真正非洲的 那也可能这种动物来过我们这 也有可能 那金说老师 您比较支持哪一种观点的 或者说有没有第三种观点 应该讲就是说 山霄这个霄字 一个鬼 一个生霄的霄 实际上这个字呢 很早以前我们的中国古人 就创造出这个字 但是的话呢 山霄今天我们说的这种动物 包括它的近亲鬼霄 这两种霄 实际上呢 跟我们古人说的霄 肯定不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的话呢 主要还是因为山霄 鬼霄 它们都是生活在非洲的 大型的猴科的动物 但是这个名字 为什么后来又用到 今天我们说的山霄呢 就是因为呢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科学传播的过程 但是我刚才呢 我觉得腾威老师讲的一点非常好 就是我们古代 包括丝绸之路 我们今天讲一带一路 其实通过一带一路 有很多途径 非洲的动物很早以前就来到过中国 所以中国那时候 看到山霄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时候连马达加斯加的狐猴 在唐宋时期 明清时期 这些非洲动物都经常来中国 所以的话呢 我估计很早以前 大家也可能看到过这种动物 并且 但是中国古人他没见过 他不知道 他没给他起过名字 所以就借用一些中国其他的汉字 这种情况非常多 它其实呢 古汉字很早就有了 但是的话呢 我们没见过 我们就借用一些古字 然后呢来形容来描述 我们没有见过的动物 所以才会有一些 比较大家觉得比较生僻的名字 好嘞 好 那我们就看一看 第一轮之后 现场的60位云上观众 以及张静硕老师 给熊品珍老师打了多少分 67分 观众给了57分 静硕老师给了10分 好 谢谢静硕老师 那接下来呢 熊品珍老师就进入到了 我们的挑战环节 您要去挑战 知识语音分享团当中的 9位成员当中的随机一名 看看您会选中谁 好 知识语音分享团 请旋转 停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行路达老师 有请行路达老师出题 行路达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硕士 各位老师 主持人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刚才的分享 我也收获了许多新知 那么接下来就要出三道题 考考您 第一题 视频中山霄彩色臀部的形成 原因是什么呢 A 由于血管分布较为密集 B 因为光线反射形成的结构色 李丁老师您可以先挑一下 这猴屁股为什么这么红啊 我觉得呀 这个肯定不是因为血管 因为你看呀 你看这个孩子淘气呀 父母可能总是打屁股 对吧 他如果要是血管太多 他容易打坏了 对 所以他这个 这个都是灵长类动物 所以他这个猴子屁股 这个血管肯定也不多 所以我觉得 虽然我没有听懂什么是结构色 但我觉得肯定是结构色 来 熊老师您挑一个 我还是真的是选那个血管丰富 血管丰富啊 对 猴屁股为什么发红 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请小老师给公布一下 正确答案是A 这个大家总问猴屁股为什么这么红啊 确实跟它不满的非常丰富的血管有关系 所以显得红色 但是其实我想多说一句的就是 山肖 他的屁股略微还带一点蓝 包括你看我们的金丝猴 金丝猴的面部也是有点蓝 这些蓝色的部分确实是结构色 但对于山肖来讲 大部分红的颜色还是因为血管引起的 好 谢谢金丝老师 那恭喜熊老师 没有听从我们嘉宾的意见 自己选择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 最终获得了胜利 得到了这十分 来 接下来请熊老师出第二题 二 山肖与夏猎哪一种动物牵关系更近 A 米猴 B 油猴 李丁老师 您来挑一挑吧 山肖是跟米猴近的 还是跟油猴近 我觉得呀 肯定是那个 刚才那个两个照片里边 难看的那只猴子 然后跟它是近亲 就是你选油猴 所以 对 油猴 对 因为这个肯定是吧 它得长得像才是近亲的 是吧 所以就应该是这个油猴 来 熊老师您挑一个吧 我觉得李丁老师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 但是就是因为油猴 它脸上的确有白色的 但是我还是想跟您选一个 不一样的 我选米猴 选米猴 来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邢老师给公布一下 正确答案是 A A 米猴 我刚才可什么都没说 李丁 我可什么都没说 我觉得这个是 是我跟品真姐姐 我们两个人达成的一个默契 就是虽然我没有选对 是吧 但是呢 品真姐姐呢 她能保证李丁选的肯定是错的 所以呢 也算是间接地 我帮她提高了分数 你是排除这个错误答案 对 场外救助就是我 明白了 明白了 来 静硕老师 您给解释一下这道题吧 其实这道题的话呢 大家如果知道 山霄 实际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猴磕洞 我们知道灵长墓 下面有猴磕 米猴和油猴 它们其实都是猴磕的 但是的话 米猴呢 是猴磕 猴亚磕 而油猴呢 是猴磕 油猴亚磕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们过去 还是有共同的祖先 但是油猴这一类呢 它其实和我们平时说的经典的 这些真正的猴相比呢 它的这个消化系统 它这个亲缘关系上面 要略远一些 因为它们完全是吃树叶 吃这个各种叶子 你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金字猴 它也属于油猴亚科的 它跟那种杂实性的 你看猴猴是杂实的 山霄这都是杂实的 这是典型的猴亚科 所以呢 它们本身身体结构 基因啊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所以的话呢 山霄呢 它是更接近于猴猴 而跟油猴呢 相对稍微远一点 好 所以恭喜李丁老师 帮助熊米丁老师排除了错误答案 所以熊米丁老师就要替答对了 来 恭喜 好 来 我们请熊老师出第三题 三 以下哪种动物和山霄一样 会猎食大型脊椎动物 A 狮违肺 B 黑猩猩 A 要不李丁老师 您先排出一个错误答案 不会是错误答案了 这回 这个很简单 对吧 这两个动物你看 首先它就带了一个狮子 对吧 它就带了一个狮违肺 所以它肯定它更凶猛 这肯定是它 来 熊老师您选一个 我选黑猩猩 问一下 因为我了解到黑猩猩是杂食动物 所以它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都吃 然后咱们的那个山霄 它其实也是吃比较多的东西 来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 熊老师公布一下 正确答案是B 刚才也多次提到肺肺的事情 确实山霄和肺肺的亲缘关系 是非常近的 虽然它们亲缘关系很近 但是我们题目当中的这个 施伪肺虽然也是一种肺肺 但是它却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肺肺 它是吃草的一种肺肺 它一生当中只吃草 而且它是在埃塞俄比亚高原 它经常坐在那高原上面 就耗草 没事就坐在草边上耗草 所以的话呢 它就主要以草为食 几乎是不吃肉 是一个纯素食主义者的肺肺 所以这在肺肺家族 还是比较罕见的 但是黑猩猩是典型的杂食 而且经常去捕猎吃肉 所以山霄这种杂食性和黑猩猩 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杂食的 好嘞 再次感谢李丁老师 通过李丁老师的努力 让熊老师三道题都答对了 谢谢李丁老师 我应该做的 我应该做的 没事 这都是小事 没事没事 好 来我们看看最后 熊品珍老师一共是多少分 好 97分 97分 恭喜熊老师 熊老师为我们带来的 关于这种神奇动物的星知 成功入住动物星知图鉴 想知道比目鱼的眼睛 为什么会如此紧凑吗 眼睛竟然长着长着 自己还动了 答案尽在本期科学动物园 下节更精彩 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动物当中 有哪些是比较奇特的呢 我们想一想 一般而言 我们人的眼睛都是长在面部 左右对称 但是有一些生物啊 它们的眼睛长得并不像我们这样 有些呢 长在两侧 而有一些呢 长在身体的同侧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今天的另一位 神奇动物推荐人 有请刘田上场 欢迎 刘田 北京迷路院动物饲养员 北京迷路生态实验中心 生态辅导员 大家好 我叫刘田 我来自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 很高兴再一次来到科学动物园 和大家见面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生物 大家不一定都亲眼见过它 但是一定都听说过 它就是比目鱼 我们先来看看 它究竟长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 比目鱼的身体是扁平的 眼睛只长在身体的一侧 这是在鱼类中 独一无二的不对称结构 比目鱼是蝶形目鱼类的统称 那比目一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事实上 比目一词早就出现在 被称为词书之组的尔雅当中 书中写道 东方有比目鱼言 不比不行 其名为之蝶 可见早在西汉时期 人们就开始用比目一词 来形容谍语了 不止如此 在古时候 比目鱼还有两片相合乃德行之说 难道比目鱼必须两条在一起 才能生存 这就不得不叹服 古人的观察力和想象力 虽然 他们把眼睛都长在同一侧的鱼 都称为比目鱼 但是他们发现 并不是所有的比目鱼 这对眼睛都长在同一方向 古人发现 比目鱼眼睛 有的都长在左边 有的则都在右边 因此还流传着比目鱼 两片相合乃德行的说法 把它们想象成 一词一雄 有眼的一侧都朝外 这样便解决了生存中的实际问题 后来人们便把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赋予比目鱼 认为它象征着夫妻和睦恩爱 永不分离 也有诸如 得成比目何此死 愿作鸳鸯不献仙的美好诗句 流芳百世 这些诗文也充分诠释了古人 对比目鱼这双不对称的眼睛的兴趣 到了现在 人们不仅仅是好奇比目鱼的眼睛 为何生得这般奇特 更是开始用科学的方式 探究这不对称结构 是如何形成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 比目鱼的眼睛演化历程 逐渐浮出了水面 比目鱼这双奇特的眼睛 是与生俱来的吗 答案当然不是 刚刚孵化出来的小比目鱼 和普通的鱼没有区别 眼睛也是对称的 经过二十天左右的生长发育 小比目鱼长到一厘米左右大小的时候 它的眼睛开始发生变化 一侧的眼睛开始向另外一侧缓慢地移动 眼睛竟然长着长着 自己还动了 这是为什么呢 又是怎样移动的呢 那比目鱼眼睛在移动之前 它的两只眼睛下方 及两眼之间的皮肤组织中 的细胞都存在分裂 但是移动眼下方分裂出的细胞数量更多 使得这片区域变得异常地拥挤 挤了怎么办 向上推一辈 而恰巧 移动的这只眼睛自己 还有它上方分裂的细胞 这时没有足够的反作用力给推回去 移动眼就开始向上移动 照这样的话 这只移动眼会不会遇到另一只眼睛后 推着它一起移动下去 这画面想起来可有点可怕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 至少我们现在都没有发现这样的比目鱼 那眼睛就是因为什么停止了移动呢 其实随着两眼的距离的接近 眼睛下方分裂细胞的数目虽然还在增加 但是空间也一直在变大 与此同时 两眼之间皮肤组织受到不停挤压 导致反作用力也越来越大 当眼睛移动到接近另一只眼睛的某一位置 推力和反作用力两相平衡了 于是眼睛的移动就停止了 在比目鱼眼睛由一侧转移到另一侧的同时 比目鱼的身体也在发生着变化 为证实这个结果 科学家向比目鱼眼睛下方注射细胞分裂抑制剂 成功地抑制了它眼睛的移动 培养出眼睛不移动 两眼保持对称的比目鱼 并发现其左右结构与正常的比目鱼 没有明显的变化 由此可见 比目鱼眼睛的移动 是其眼睛下方有限区域内 分裂细胞之间产生拥挤的结果 那么有人会问了 为什么是比目鱼左边的这只眼睛移动 而不是另外一只眼睛产生移动呢 科学家提出的组织学模型 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 由原本的直立后背垂直于海底 逐渐地变化为身体逐渐倾斜 最终与海底平行 趴在海底生活 所以比目鱼属于底漆性鱼类 无眼的一侧着底生活 它们更喜欢栖息于相对胶硬抵制 如岩石底 沙粒底或石粒底 有些种类的比目鱼 还喜欢把沙土盖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可以起到更好的伪装效果 便于捕食猎物 当然 比目鱼的眼睛 还有着许多未解的秘密 等待我们去探索 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物种 都是历经千百万年 甚至上亿年 由简单到复杂 逐渐演化而来的 如今 还有许多未被人类发现的生物 已经走上了濒临灭绝的道路 同样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一份子 为了让子嗣后代 也可以看到绿水青山 壮丽山河 我再次呼吁大家 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不要让两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的美丽景象 停留在诗篇里 谢谢大家 比目鱼在生长过程中 移动的是左眼还是右眼 左平右跌 就是平这一大类 是左眼比目鱼 而跌一大类是右眼比目鱼 答案就在本期科学动物园 下节更精彩 我没大听懂 在生长过程中 眼睛的移动方向 对 因为它刚刚生出来的时候 它是对称的 两边都有眼睛 然后随着生长 眼睛 一只眼睛会移动 到身体的另一侧 那只眼睛不动 对 有一只眼睛动 一只眼睛不动 或者说是基本不动 这还不得累 打小看世界是那样的 长大看世界是这样的 中间那一段历史更童年更黑暗 是吗 是那样的 太有阴影了 这真的受不了的 你想小时候 我们说按人的习惯 你小时候三两岁 这一生的很多东西 就开始养成了 对吧 对 包括你看在世界的这个角度 等你到了 开始发育 它扭过去了 对 好多预约还变性 这人就才变个眼睛 理论上来讲 还都是先有的基因 基因肯定是先变化的 然后这个基因 是在整个生存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选择的压力 什么叫选择压力呢 你比如说 他眼睛转过来 然后凭他在这个底层 那么他这样 他能活下来 那他就保存下来了 如果他有一些个体 他还这样竖着油 人别人都趴下了 他还竖着油 这种情况下 那有可能他就 右侧的敌害 他就发现不了 有可能他就被吃掉了 所以这个基因就被淘汰了 所以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所以这个不适应的话 就被淘汰了 但是的话呢 他恰恰 比如说说白了 就是比如我们人就是 好比说我的眼睛偏了 偏了一侧了 结果但是的话呢 我改变了我的生活的方式策略 结果我也活下来了 当然我的后代呢 也遗传了我的这个基因 一步一步进化 就这样得到了一个 这么一类个非常特殊的余 好 谢谢静说老师 那现在我们就看看啊 经过了观众和我们的 科学点评专家 共同打分之后 目前刘田的积分是多少 好 66分 云上观众给了57分 静硕老师给了9分 恭喜 恭喜刘田老师 谢谢 接下来呢 刘田老师即将接受我们 知识云分享团的考验 你可以随机抽取他们中的一位 他们每一个人呢 都准备了三道题 每答对一道题得十分 好 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 刘田老师抽中的 会是哪一位我们的成员 知识云分享团请旋转 停 黄俊豪 中科院水生所 水生生物博物馆讲解员 哈喽 主持人好 老师们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啊 又在云端上和大家见面了 刚才呢 刘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 所有关笔木鱼有趣的小知识 接下来我就要出几道题考考你了 那首先第一题 笔木鱼在生长过程中 它们眼睛的移动方向 是否都一致 A 是 B 不是 来 李靖老师 这个确实是一个 就比较科学的问题了 咱们不能 就很浅薄地来分析了 它可能会 根据很多自然因素 对吧 它有的时候可能 它这边沉点 它就往这边倒 然后那眼睛就往这边移 然后这边沉点 它就往那边倒 眼睛就往这边移 所以笔木鱼 它不能都千篇一律 那眼睛都长一边 它各种各样都有可能 两边都有可能 李靖老师 你选啥 B 不是 好 有请俊豪老师公布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B 他其实这个题的意思 问的是笔木鱼 它是不是一致 就是说 是不是都是左边偏到右边 或者都是右边偏到左边 其实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说到了 他刘田讲到左平右叠 就是平这一大类是左眼比目鱼 而叠一大类是右眼比目鱼 刚才我还讲到了 还有一个颗叫肩颗 鱼字旁加肩直的肩 这个肩这一类的叠性木的鱼类 它是有一半会出现往左偏 有一半是出现往右偏 但是无论是往左也往右 不同的种类 不同的类群 是不固定的 是不一致的 但是对于同一种 它是固定的 是一致的 现在有请俊豪老师 跟我们出局 第二题 好 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平叠类的比目鱼 通常平趴在海底 当需要移动时 它们会 A 缓慢爬行 B 浮动游泳 这题简单 又不是海星海参是吧 而且我们看过 好多人家那个视频里头 那屏幕鱼 哗哗哗地游得很痛快 有鱼还真的就是 可以爬着走是吧 有些鱼是会的 所以这道题 咱们大家伙公认 肯定是 用的是游动 对吧 来 俊豪老师 给公布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B 接下来请黄俊豪老师 为我们出第三题 好 那么我的第三个问题是 比目鱼会利用海底沙石 隐藏伪装自己 当面对天敌 双继沙石 会有效吗 A 非常有效 B 往往不起作用 好 刘田 事实上确实是 不是很管用 双继沙不光这个视觉非常的好 它的嗅觉也非常的灵敏 当这个比目鱼潜伏在海底的时候 是很容易被双继沙发现的 所以很容易被双继沙当作食物吃掉 也就是说你别看什么雪兔 到了季节换毛 让自己变得雪白一片 对 但是 还是有被捕失的声线 你还是能够看到的践踏的 对 好吧 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黄俊豪老师 为我们揭晓一下 正确答案是B 对于这个叠性木鱼类来讲 它的这样的一个进化的结果 肯定是成功的 肯定是有效的 磁场啊 包括微弱的生物放电的这样的电流 它有感受的装置 除了侧线系统以外 还有著名的就在嘴尖上的 包括双继沙那个长长的 那现在我们就恭喜刘田 又得到了最后的一道题的分数 十分 谢谢大家 经过三轮之后 刘田老师的总分是多少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九十六分 九十六分 恭喜刘田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刘田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关于比目鱼的新知 成功入驻 动物新知土鲜 谢谢 谢谢大家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接触到了三种动物 这三种动物啊 在大自然当中 绝对称得上是长相奇特的 虽然比目鱼比较常见 但是大家记住 刚才张老师教我们的 如何去分别 这一类的鱼类的一些方法了吗 再有一点 像我们看到山霄这类的动物啊 大家肯定会想到 它好可怕 但是您不觉得吗 它这幅长相 恰恰代表着一种自然的美 代表着一种野性的美吗 好 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三位 神奇动物推荐人 也感谢我们的 知识云分享团的成员 还有60位的云上观众 同时再次感谢 李丁老师今天出大力气 帮助我们去尾存真 谢谢李丁老师 太辛苦了 也再次感谢静硕老师 神奇动物有新知 让我们下期科学动物园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